YoYoYo 歡迎來到AZO的頻道 這部影片是這一次東京旅行的最後一集 這部影片紀錄了最後一天 在淺草寺、東京車站、東京提塔 幾個著名的市區景點走走 純屬回憶一下之前看過的景色 也會分享給大家這一次發現市區內很值得去的潛湯 那我們影片開始囉 現在要去這一棟的上面 它其實有個觀景台 可以看到整個景色 是一個還蠻少人知道的點 現在帶大家上去看一下 我到了八樓 可以一邊可以看到整個晴空塔 非常的漂亮 好然後我們現在可以去看一下那個 淺草寺 Ouch 很霸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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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現在沒有人了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整個環境 然後很不錯的一個地方 感覺真的很煩 而且這個地方是免費可以上來的 好那差不多 繼續到廟裡面吧 所以突然變超多人 好那我們就進去囉 來門 GoGoGo 開始人變多了 後面是風雷聲 好那我們就往裡面走吧 這次回來回味一下 我之前有在這邊賣人形燒 那時候好年輕第一次來中京的時候 哇其實這段路也是蠻長的喔 你要走一段時間 追到下一個門 那前面這邊呢都是商店街 也有可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聽說疫情這邊真的是很慘 因為這邊幾乎都是靠那個觀光客 然後現在已經開始復甦了 有些店已經開了 不過還是有點小冷清 真的 是太早嗎 是我太早來嗎 應該不是吧 然後這邊可以見到所有的外國人吧 因為這是東京的一個閉訪景點 其實親眼看到是蠻大的 很壯觀的感覺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一定會來吧 知名景點就是不一樣 好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搞不好遇到朋友 我剛剛自己在那邊待了一陣子 稍微的放空一下 然後現在準備去下一個點 在那個也是一個LV的點 在東京鐵達的附近 是一個觀光客的行程 所以我們現在就準備夠吧 然後這邊就冷清很多 因為這邊不算是一個特別的觀光景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我的那個PASMO 這個卡呢它上面的字呢 就是會把上面之前的一日券的印刷洗掉 然後印新的一日券的那個上去 還蠻酷的 先上四 走進去看看 然後裡面是一個很大的公園 真的很漂亮吧 反正呢就是跟大家閒聊啦 來日本啊 有幾個點 垃圾桶跟廁所都很難找 需要上廁所 或者是丟垃圾 都沒辦法 你就要一直戴在身上 然後口袋就塞很多垃圾 就每次都找不到垃圾桶 這樣 你要自己處理 好可以看一下後面超漂亮 來啦來啦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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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擲 嗚客 晚上的話也很漂亮 現在還是路易V棒的那個燈 好像那個潮間彌聲的那樣感覺 我個人覺得啦 比那個雷門好很多 因為這裡輕鬆很多 而且感覺也不會那麼擁擠 漂亮又可以看東京鐵塔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會比雷門差 這裡真的蠻輕優欸 今天就有點後悔沒有帶無線麥克風 反而今天可以拍然後沒有帶麥克風 前幾天跟朋友一起玩嘛 所以一直錄影也不太好 那今天因為都自己一個人行動 所以可以拍一下 總之呢 我來看一下LV的 這個裝置藝術 南瓜 如意比東的 走到東京鐵塔隔壁的織公園 可以看到這個可愛的南瓜裝置藝術 這是LV睽違十年再度與藝術家草菅民生合作做出的宣傳 這個裝置藝術是一個可以掛在天空的南瓜熱氣球 可惜我去的時間沒有升空 不過可以隱隱約約看到它在晃動的感覺 確實非常可愛 草菅民生的 裝置藝術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 剛才看到這棵樹超級可愛 日本人真的很會那個庭園的那種修的 然後原本要去河口湖啦 但那個JR魯票 太難換了 太多人了 我去了三四個站都非常非常多人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算了不去河口湖 可是 這種天氣去河口湖一定非常漂亮 但沒辦法 那個票真的不好買 草菅民生你看 這個球非常可愛 可以那個那種弧形的感覺有沒有 反光的 然後這邊就是東京鐵塔 角度非常好 然後 這很多個耶 傻眼 其實蠻可愛的 因為你這樣子拍的話 可以拍到那個東京鐵塔吧 燈 你看這樣很可愛 來 拍一下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 LV 然後東京鐵塔 哎唷 すごい 酷 看到前面非常多人在拍照 所以我現在呢 就是盡快的把這個景拍一拍 然後快點閃 因為那個旅行團一來 就全部的位置被他們佔據 然後我剛才拍出一張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照片 它這個剛好那個建築物 把那個 太陽擋住的這邊有一條風格線 就這樣照過去真的 蠻酷的 就有一條風格線 有沒有 嗚 這個景色比較少看到 因為 其實台灣這樣這麼大的高樓 剛好擋住這樣子 蠻少的 整個感覺我覺得很棒 然後這一次的 旅行真的太棒了 有很多LV的元素 現在到了 馬步十番 準備要去六本木 因為這樣換車會比較順 所以我現在就是 找一下有什麼好吃的 日本的那個 這個 也很喜歡的 911 這裡也有一家 阿福利 該去嗎 欸 要一直走 這裡的那個阿福利 真的沒人 沒有人 不用完成 不用彈的 很棒 來了來了 這個叉燒超級香 我加了一片 因為它 太強了 因為那個 他們就在那邊烤 然後我換了麵 加了錢 換了麵 100塊 想說吃吃看 因為沒吃過 第二次吃 想說吃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吃完了 非常的開心 完全不用排隊 跟元素店比起來 真的是 爽太多了 這裡的路 有放音樂 我現在突然有點後悔 我覺得我應該晚上再來 這裡晚上一定美到不行 啊 怎麼辦呢 今天算是最後一個晚上了 然後一直沒有體驗到那個聖誕的感覺 因為 澀谷那個聖誕的那個太多人了 喔 他們已經那個上了那個草菅迷生的 很酷耶 好 然後我要進去幫忙人家買東西 很棒耶 一小時後 噔噔 乏力 這裡非常chill的感覺 非常舒服的感覺 東京車站 來記錄一下 上次來好久以前 2019年 也不一定上次來的時候 就來這裡 我還是要來一下呢 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東京車站前面 然後我現在在這個是北可 現在要去東京車站前面 這裡有很多回憶 因為 就是我 窮困潦倒 然後 人生第一潮 找不到工作的時候呢 就來這裡 避難 也不是避難 就是善心 所以呢這邊對我來說 真的意義非凡 然後可以看一下 東京車站真的很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旁邊的高樓 有多麼壯觀 而且他們的街道真的是非常漂亮 而且乾淨的 東京車站 然後現在是有政府官員要來嗎 為什麼 危安很多的感覺 喔來了 現在走在這個街道這裏 很漂亮 現在走在這個街道這裏 我們來 東京的那個群立的時候 就來過這裏 那時候是 主題是建築 所以我看了很多 在東京的經典的建築 這次應該算是回味之旅吧 然後這個地方我以前真的是覺得很漂亮 而且假日這邊超chill 就是會有很多人在這邊 吃東西 然後有個星巴克在那裏 街道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漂亮 然後這是我有一個很喜歡的地方 我覺得 沒事的時候來這邊走一走 就是心情會蠻好的 因為這裏就真的很舒服 不會很擁擠的感覺 我現在在那個 哈金優屋 U OU 我剛去的那個 潛塘 就是在旅行的最後 然後就是想說去泡一下 然後這間真的超棒 我覺得 這是我在東京泡過最好的 潛塘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來 雖然它離市區有點小遠 可是非常非常大 可以容納大概五六十個人 左右都沒有問題 它非常大 所以 如果你是那種泡艙不喜歡旁邊有人的話 很適合這間 它是潛塘 它不是溫泉 它是潛塘 就是泡熱水 然後它有碳酸池 有電氣的那種氣泡的 然後還有一個藥的 可是那個很燙 大概有四個池 還有一個半戶外的池 我覺得很不錯 五天世界的旅行就這樣告一段落啦 這一次可以說是完好完滿 一刻都不浪費 安排時總是覺得可以塞下各種行程 但是到了現場 才發現因為交通時間 或是想要在這裡多待一下 而只能放棄原本的計劃 或許人生也是這樣吧 不可能百分之百 照著自己的規劃 但是可以好好享受當家的風景 也是一種不錯的旅行方式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喜歡 也歡迎分享給你喜歡FV的朋友 或是準備出發去東京的朋友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